人類要從四禪出來 先起鍊帶動心風 然後加強呼吸 然後起語言 這個叫秋秋亂名 就好像一個瓶子裡面 有千百隻蚊子就嗡嗡亂名 宇宙要形成的時候 第一個現象就是心風啟動 全人類由四禪裡面起鍊 起鍊宇宙就生風 風這個風叫比蘭風 世界要形成 就有成世界的風 還有好幾種之分 這樣子的風摩擦虛空 產生了閃電跟霹靂 所以得四禪 在沒有如來大定以前 先了解眾稱的定 有一個阿羅漢 在唐朝的生人的筆記裡面 記載了泰國在唐朝的時代 有一個山上有一個寶塔 這個塔後來被雷魚給摧壞了 就倒了 倒了就還地下就陷了一個空 這個空的洞裡面 竟然發現一個阿羅漢在那邊入定 頭髮長到膝蓋 到地上好像藤蔓一樣的 而阿羅漢的身體的高大 大概有現在兩層樓的高 你知道嗎 那個阿羅漢竟然還活著 只是沒有呼吸 身體是溫溫的 馬上驚動了很多的眾生 來朝聖啊 又很快的這個消息 就傳到京城 應該是現在的泰國 傳入國王的耳中 國王就親自來找你這個阿羅漢 可是阿羅漢並沒有醒 不曉得是什麼時代的人 國王就用書油來塗他的身體 然後用小引擎 輕輕地叮叮 那山下 阿羅漢就從禪定中出定 第一人就問說 我的師父 加瑟坡如來還在世嗎 那 國王就跟他說 加瑟坡如來 在人類兩萬歲的時候就入定了 我們現在的人只有一百歲啊 羅漢就問說 那麼 釋迦佛已經成佛了嗎 我師父加瑟坡 授祭他的大菩薩 富明菩薩說 在說佛世界 人壽百歲成佛 他說釋迦佛早在兩千多年前就滅度了 他說那我沒有佛下去的理由了 你知道嗎 人壽兩萬歲 算算到現在 已經兩百多萬年了 這不是正確的計算 這只是依照佛經粗略的推算 沒有歷史跟科學的根據 只是約略地說 兩百萬年耶 還有一個 那麼羅漢後來是自己從身上放火焰 自己把自己燒掉了 另一個是加瑟坡尊者 他受如來的賜命 把如來的衣波要傳給將來的蜜樂如來 受賜命之後 加瑟坡不敢入魅 趕到現在的基足山 用神通力把十山剖開 從中入定 等待五十六億七千萬年以後 蜜樂如來才成佛 再把如來釋迦牟女的衣波 遞傳給他 這是有歷史根據 到今為止三千年來 加瑟菩薩 加瑟尊者還在定中 那麼往後面的還有五十六億七千萬年 蜜樂如來才成佛 這個都是我們眾生裡面阿羅漢籍的 他的產定的力量 雖不如如來的金剛大定 但是如來好像是大富 我們是小富 都是富 定有大小 定的本質是一樣的 我現在來說 佛如來的金剛大定 他在這個大定之前 也有明目的 我們先說呢 這個大定的名字呢 總共有一百種 有因必有果 有因必有果呢 就剛才說的 這個 嗯 像眾生 他的心 一戀三千 就是因果一切的根本 法花經也是如此 你看 阿難尊者 這個 孫陀羅南陀 他一戀想要取天女 剛剛動心 天福就已經在行程中 又到地獄參觀 天宮還在蓋 那個獄主已經在等他 天福享盡 墮落油鍋裡面 宇宇宙間 一切都是心成形的 萬法唯心 萬法唯事 唯心所造 唯事所成 是佛法千古不昧的定律 那麼陰中之陰 在陰元未生之前 心就是一切法的種子 要了解如來的金剛大定 末步要先了解一切眾生 自己的心 因為眾生皆有佛性 眾生皆能成佛 以眾生有佛性 要了解如來的金剛大定 如來無所從來 如來無所從去 就是如來的金剛大定 經文的表面 讀爛了也不知道 它就是如來的金剛大定 在入這個大定之前 就好像熊 要入它的冬年之前 它必須要吃很多鮭魚 老鼠 山貓等等各種動物 還不計分數 各種野草 什麼只要有蛋白質的 就盡量把它塞到肚子裡面去 如來要進入金剛大定以前 行要完成一百種三昧 今天世人的面目呢 就是當世第一 世第一是阿羅漢的定 那我們眾生的世第一只有四成 還沒到阿羅漢 那麼講到這個仍然是有因有果 就是這個熊的冬眠的因 就是那些鮭魚啊那些蔬菜 人類要統統具有四成 就是它的前提 就是世界呢 又有三個毀滅 大山災 先有火結 再有水結 再有風結 這是四成定的 全體人類四成定 必要的過程 那麼如來要進入金剛大定呢 它有一個過程 說之語 佛說 金剛三昧 本性清靜 不壞不昧經 佛告彌勒 當之此百三昧 也就是入金剛大定之前 如來要先聚足一百種大三昧 從道種至十婆羅密生 安穩不去 餘腹不住 激靜無為 住耳元帝 此耳元帝 不熏不休 自然得八萬四千諸三昧們 熊呢 熊呢 要進入這個東元 也是不熏不休 他不是在修 也不是在學 這是他的本能 如來要進入金剛三昧 即金剛大定 像熊要進入東元 不是用熏休 是自然聚得這一個力量 熊以眾生的本能 就具有這個不熏不休 無意中就把鮭魚啊 各種蛋白質 都把它添進去 這是必然的條件 有沒有 佛要進入金剛三昧 就先有百三昧 此百三昧呢 如金剛三不可破壞 畢竟住於大空邊際 亦父猶入無相法界 以諸法中 不見來去 即住昧相 其心即昧 即得超入金剛三昧 你看 金剛三昧 百三昧 接著就是金剛三昧 這是要進入金剛大定的第一個 此金剛三昧 如範王頂上陰陀螺寶珠 不見色相而有光明 金剛三昧 不見石海 即石海邊際 大石的石 如獅子王鎮威大吼 一切眾壽自然摧浮 金剛三昧 從彼博射那出 入车磨他中 如金剛劍入金剛三 不見奇蹟 如是金剛三昧 不住不齐 不昧不壞 不斷不易 不脫不變 入慧明星 極其聖身一合相智 不見身心法 然後成阿諾多羅三秒三菩提 就是這一課 記住 前一課就是 六年始終如一日 第二刹那 就是六年始終如一刹那 然後成阿諾多羅三秒三菩提 金剛三昧 游戏自在三昧海中 諸佛如來 以此三昧王三昧立故 普王一切諸空法界 而能游戏勝解脱 這是他的百三昧的名號 我們來看 這個金剛大定 他不是像我們講的 石板板的 或者是什麼跟什麼 而是要了解眾生體上有什麼 那麼如來才會有什麼 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來看 剛才是佛在得阿諾菩提 入金剛大定之前 所說的百三昧 那麼在顯教跟密中 對於如來進入得阿諾菩提這一段呢 那麼我們的大藏經裡面的 密教部的經典 叫金剛鼎一切如來 真實色大乘 清靜大教王經 他這樣子說 他說呢 在進入寧江城佛的時候呢 那麼 釋迦佛的這一個 另一個身呢 也就是他的這個 十地菩薩所形成的這個身呢 肉體是坐在菩提树下 但他的真身呢 現在轉到了色舊境天 而這個時候 因為諸佛現前的關係 那麼 當時本來就叫西達多太子 可是呢 在一切如來身口裔金剛界 以一切如來加持 都入於金剛煞舵 則一切如來 以一切欲成就菩薩 先給他名字哦 所有十方 比陳沙還要多的這個儒來 以一切欲成 給於西達多太子 給他一個名字 這個名字叫做 金剛戒 世界的戒 給了他這個名字呢 非常的重要 之前他只能叫一切欲成 一切欲成叫第一義帝 也叫 一切種子式 也叫死法界 這個清淨種子式 一切欲成是包括這一些的 那麼一切欲成 現在轉成金剛戒以後呢 他就練了一個咒 這個咒是屬於這個密教部的 然後金剛戒菩薩 摩赫薩 親正至身儒來 一接受金剛撒舵的灌頂 然後呢 轉成金剛戒菩薩 並在這個時候起來 騙你在場的所有的儒來 就正得一切如來法 平等自 自性清淨 則成就一切如來 一切如來平等自性 光明智障如來 應共正片之明行足 然後又從一切如來處呢 得到金剛 顯現出金剛煞舵 與虛空上大摩尼堡灌頂 發生官智在法智 那麼這個過程呢 除了這個金剛撒舵以外呢 其他一切都說在我前幾章所說的 在達菠若經的第五百七十八卷 菠若禮去經 那麼菠若禮去呢 因為在菠若下面沒有成佛兩個字 那因為有這個五字圓滿 所以假如能該在菠若下面加兩個字 叫成佛禮去的話 那就昭然明白 可惜這一本經在意義的時候呢 叫菠若禮去經 我們從故啊 從就 那麼我們看了現在的一切如來真實 色大成就知道 原來有這樣的一段的秘密 那麼菠若禮去經 並沒有講金剛煞舵灌頂這一段 至於所成就的五字的整個過程 那麼金剛煞舵灌頂這一段 實在是跟菠若禮去經前後是一樣的 並沒有違反 那麼菠若禮去經沒有講的這個地方有講 而這個地方沒有講的 那麼菠若禮去經講的很明白 可以互相的發明 那麼換句話說 他在成佛的第一刹那之前 他曾經接受十方諸佛灌頂 那麼十方諸佛給他一個名字 叫金剛界菩薩摩赫沙 並跟金剛煞舵一體來為金剛界菩薩 就是希達多灌頂 經過了這個灌頂 他得到寶觀灌頂 才具備了無間頂相 以及這個百號相 成就了一切種子 因此我們可以確定 十方諸佛與釋迦牟尼佛是一體的 我們也確信 釋迦牟尼佛這個 入了這個金剛大定 與我們一切眾生 所本來含聚的佛性 是一體的 我們來看看 在釋迦佛 他除了接受 十法界的佛灌頂以外 他在這個地方 我們來講 他在人間視線的這個化身 在《妙法蓮花經》 由一再地重複了 他有所謂的從地湧出菩薩 在法花會上 每一個都具足的三十二項 八十種好 光明無量 以前都住在這個娑婆世界之下 在這個此界虛空中住 但都是看不見的 如蓮花已成 蓮子之中的若見若不見 那麼住在這個虛空中之下 一直到釋迦佛成佛 他才顯現 你們知道嗎 光是這些菩薩 讚嘆 博寶如來跟釋迦佛 讚嘆的時間 就經過了五十個小節 然後整讚嘆完了 這些無量無邊的地勇菩薩 又各進入一個大定 整個默然不遠 包括在場無量無邊的佛 也漠然不渝 這樣又經過了五十個小節 那難不成整個這個廟法蓮花經 是經過了一百節嗎 那不是釋迦佛媚度前的八年才講 這個八年怎麼容許得下 各五十個小節呢 那麼是這樣子的 以現代科學來講 我們用光束做一個火箭 我們走到太空去飛 你可知道它不是飛向未來 它是飛向你的過去式 那過去式是幾歲 還沒有正念 那麼其實是真實的 那麼假如說 這個火箭超過了光束 那怎麼辦 這個火箭要是超過了光束 你是回到前前前 無窮前的前世 簡單就這樣 那用光束就是回到你的前前世去的 世間的東西 以及世間的光束 都能達成這個樣子 何況我們的心念的光 一戀就三千 三千等於一戀 而它的心經音速 一戀間就繞三千 宇宙一千 那何事而不達 何事而不能 以一切眾生 具足這樣的心音光束 所以它在 你看 這個加瑟夫 這個尊者 在一戀間 就經過了五十六億七千萬年 將要面見 米勒如來 一切眾生都具有四成 我們由眾生的心上來愧策 如來時無所來 一無所去 這樣的金剛大定 眾生雖沒有全分多分 但是眾生是有少分的 我們由眾生的身上 愧策如來 如來所具的德性 原來眾生都有 各位法師 各位善知識 南無阿彌陀佛